继续看河马下很多观点突然涌现 其中他透露了自己大改革大丰收那一年出生 他试图把这些东西挂勾成好脚头 你说我汤朱顿行衰运 不好脚头 我不知多好脚头 我在大丰收那年出生的 你说好不好 他这样又可以联系成自己一个好脚头人 那年那么多人出生就个人好脚头 另外那些人一直废解 他是蠢而已 我们知道 但未至于蠢得连花枪也不知道要浸泡才去弄 所以在这里转了观点 人们说会不会是买假东西 无限可以煮 拍完影片就拿起来的 他又不介意那些物料会滲透到食物里 反正那一煲的道具未必是吃的 总之垃圾煲了一堆 又说我煲花枪了 这个人真的要记住 他是不识一切 用最低成本 最少的时间 最低的劳力 去完成一件事 最好是摊在这里 摊手指就什么都搞定了 对吧 所以他真的会不出奇的 用一些假的东西 就假扮自己是吃花枪 也可以循环再用 而且他觉得可以忍化你们 忍狗你们 你这帮傻子这么聪明 我用一些假的东西都看不出 还有一个可疑的位置 有一个不合理的位置 就是他那煲羊肚菌的东西 他把那两条 不知道什么什么套 Condom Condy 就铺在表面上 虽然你如果真的蠢成这样 大家是不明白 你不会真的蠢成这样 是不是另有目的 但是我分析了他那个目的 应该不成立 原来他可能就是那个目的 不是目的 是原因 他用了假的 19元 就铺在表面上 你就算蠢到不知道 他知道这些花枪要泡 要泡 要蒸 整泡才可以 去到烹调 去到烹调 我当你不知道 但是你也不会不知道 这些东西是硬滚滚的 硬滚滚的 你应该是浸在水里面的 你那煲东西 为什么就这样铺在表面 就觉得可以煲淋它 不是傻到这样 唯一解释就是他知道这些是道具 他放在水里面 也没有分别 反正转头拿出来的 下次又不知道隔多久又说自己吃这些东西 唯有就是这样解释 另外另一个可疑点就是他煲两煲东西 其实是三个可疑点 第二个可疑点就是他还有一煲猪肚汤 真的是用来吃的那煲 另外第三个可疑点就是他这煲羊肚菌花枪 就要去到第二条片才煲得成 当然你可以合理解释 因为他煲很久 所以是第二条片才出来了 但是第二条片 那两副东西都是望见都不想吃 完全不是正常那些 真的可以供食用的那个卖相 另外有些人就发现他11月4日就说 朋友送了一些黄花枪给他当日煲鸡汤 谁知道 现在来到今天又重用 今天是26号 他也醒目 隔了三星期 但是那些人全部记住了 真是环保 来到今天 这些东西又重用 很可能真的是一些道具 他索性就是跟你斗戏 我为什么要用增成本 是贵的 建花枪是贵的 他见是 这些便宜很多 19元 买两条 就骗贵黑粉 反正他也不知道 可能是这样 你信不信 另外 1971年 很多人说 但是我反复看 其实 你说改革开放 他出的结果是七、八年 另外 如果你说大风收 我又看到 有七、四 八、六 然后其他不会是他的生日 八、六也不会是 即是七、四年 还有有迹可寻 因为 七、二年开始 他开始三年罕灾 他在七、三年开始 构思计划 怎样去 谷起 收成 七、四年 大收 七、四年 刚刚 2024年 50岁 都不远 他也是50多 如果你说 大改革 就是 刚刚这里 就是 邓小平 为核心 这个第二代 提出和创立 1978年 中国 这个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 正式实施一系列 以经济为主的改革措施 这个是大改革 不只是说不开放 我看看他的资料 国家解放 可能我说错了 不是改革 全国大丰收 就是 74 有些人说 解放是71 另外这里会看到78 哪一年也好 如果78 就46 47 都不是他现在的 43 44 另外 人们说会不会是大饥荒那年出生 他什么都说相反 大饥荒就再早点 不会到他的 老到什么 如果再早点 71年 53 他说大三婆你又拜路自己真实年龄 你以为香港人不认得内地大事 肥婆一说大丰收那年 我就知道是71年了 认得几个内地乡下 土生土长都说这个年份 这个年份出生 父母舌头孔 都是说他脚头好 所以如果71年属猪 你说多少年 我们都很难界定 但是有时新肖真的像主人 你说河马属猪 我想也是必然之选 你猜河马属哪个新肖 猪 河马属老鼠 属猪 71年 那些人就质疑 香港ID为什么是住 1980年 你明明53 就不要假扮自己44 53收了经 你怀什么人 浪费 其实挺有趣的 如果71年 正如坊间的推测 就是53 78年 律师那边就说 何志华是78年 是不是 那个埋伏再埋伏呢 是吧 原来78年是指 何业收定 都挺有趣的 另外会不会是74年 那都是相差几年 50岁 74年 那些人就说 他的花膠捞起 日后再晒干 就重用 那也挺好的 然后放回猪皮 就扮花膠 这个是开玩笑的 但是他这些假花膠 真的绝对会重用 另外之前有25 那些录音流出 就说何码55 55吗 又55 53 经过 宝宝分析 他出生那一年 是大风修年 即是1971年 是他自己暴露了 这个网红 怎么看都不会是40多 因为现在的40多 全都很年轻 他有一些照片是很老的 很老的 冬章时有两张照片是很老的 而且他第一次上大陆的直播 老得很厉害 绝对是压二至压四的 另外他再三是否认自己广西 因为广西也有很多 诈骗的丑闻传出过 他会在那里 做一些传销 一些不同的教派 一些集团 组织 所以他很害怕 其中一个 点阅的阅道 就是广西 看看大家是觉得去哪里 然后 他又说拜了八维斯 那些我们不多说 我们跟进 一些新鲜观点的网民 就是说 上集说到游艇 原来他应该是说第二个女儿 第二个女儿就好像最好环境 有个老公 还有第二个女儿说是律师 所以环境最好的一个子女 第二个女儿是最有钱的 所以他一直不敢爆这个女儿的所有东西 所以游艇应该是他的儿女的老公 但是至于是不是有三只游艇 就是不得而知 或者有没有游艇也不得而知 但是他应该投射了 那些有钱的儿女 但是我们推翻了 因为你有游艇 不代表让你 去驾驶 或者让你去坐 你不懂得驾驶 还要设计 驾驶员 设计 设计船主 帮你驾驶 载你去澳门 你落到去做什么 大话 你都说不到你的合理动机 你去到澳门 他暗示 说见不同人 那个标题而已 拜会什么江湖晚人 去识载吗 他暗示到想你们 帮他弄这个标题 秘密去了澳门 去澳门报警 报了没有 去到忘记了 当失路 船是否去了澳洲 搞笑 他这个是大话 但他里面有些意识 投射到二女 所以涵霸从来不敢说二女坏话 另外 那些人说他怎样被人恐吓到 他都在皇后像广场 都改了电话 他那里是讲东章的时候 他跟涵霸 走在一起的时候 他应该是说那个时候被子女恐吓的 至于现在 如果他现在被人恐吓 如果是真的就搞笑了 因为没有人知道你的电话 恐吓得你的就是知道你的电话的人 然后扮演黑粉恐吓你 但是黑粉是绝对不会知道现在你的新电话 恐吓得你的话就是你身边的人 扮演黑粉恐吓你 如果他是现在被恐吓的话 你明白这个逻辑吗 很容易中招 他们这些逻辑盲点 思考盲点 不是那么精密的头脑 很容易 就会被人刺穿 刺穿是容易的 刺穿一定容易 你要设计到毫无漏洞 或者滑一些假漏洞 阴人 这是最难的 刺穿一定容易的 你一有不合理的点 就是破赞 只不过破赞 可不可以找到我的真相 另外 我们有个网友提供了一些观点 就是我发现的观点 他再去follow up 他说 被主持突然提起一个观点 就说河马最近为什么发疯 疯狂地骂人 是不是因为输了钱 是我说的 他从这个观点 就想起一些 信头摸瓜 让他想到一些新的观点 我就说河马为什么突然那么激动 他一定是发生了一些 所以才那么疯狂 我就说他是不是去赌钱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后面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 我直觉 他发疯一定是发生了一些 之前我说过 他突然间超开心 那期 意气风发的一个点 是完全 偏离了正常的节奏 我就说一定是发生了一些 而且是 实在的 那些事情 想不到 原来那个时间 他说明是他跟那些染上了 他也知道 他开始觉得 可以搞死 某些黑暗台 即是那一刻 未冲线 就当自己赢了 未过终点 当自己赢了 提前庆祝 未过终点 提前庆祝 那一刻就被我读到出来 结果原来 事后发现 时间是对的 是完全吻合 就是跟那些染上了 现在又是被我读到 他突然间偏离了自己的状态 是发生了事情 你说被人赢了 当然我自己也是觉得 只有10%成数 我后来再想 会不会是赌钱输了 这个可能去到30% 但是我们的网友 帮我把赌钱输了 提升到可能去到50% 接近真实的可能性 他说 我提过 后面那些人 怎会这么明知 这个人傻的 都走过去 无私无条件的帮他 难道真的为了报仇 这么简单 我一直是疑问 你报仇也不是找他 难道 就借Di帮他 实际另有目的 他将这两个观点 砌在一起 帮他那帮人 包括不同人 有不同颜色的人 衣着上 有不同颜色的衣着颜色的人 都很热心帮他 另外之前有个 25 就说某人 逢赛马日 都会去赌钱 赌到要赌完才准 河马开直播 河马要等那个人 赌完马才可以开播 这个网友 记起 这位 什么 的电邮 在Facebook搜寻 一个 推广海外 八家乐 赌博的 一个平台 他说 这个人应该 跟 元朗一役 那个人 是一样道理 就是要四围找客人 扮朋友 博朋友 搭肩膊 是熟 其实最终目的 都是要哄人 入水 赌博 或者投资 这帮人 卖河马 拼死帮他 哪有这么简单 最后 都离不开 赌钱 和投资 听你说起 真是 河马是水了 被人入局 这期 输得瘫瘫腰 又无从去发泄 自己丑了 难道我被人动吗 被人老点了 输了不知多少 他唯有将这些情绪 转为 骂这个骂那个 去发泄 亦真的有点像 上几集的40分钟 他骂骂他 但是核心里面的核心 是因为被人搞到一无所有 原本自己是可以得到一切 而变到一无所有 所以 他就仇恨了 令他一无所有的人 骂骂 但是他隐藏了 骂的真正目的 他的怒火是来自什么 这个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这个网友观点是感谢 联系到 我觉得是赌钱 真的有机会 看看大家怎样看 这两个傻人 搞来搞去 原来搞到自己 随时赌这些赌到一波过 我说河马可以被人中天先局 因为河马符合了两个条件 蠢和贪心 或者三个条件 贪心也未必 他真的需要钱 三个条件 你贪心 但是你不需要钱 都不同的 贪心 和需要钱 是可以分开两件事 他既需要钱 然后自己又贪钱 然后又蠢 符合了中天先局的 三大条件 缺一都未必能中 你贪心 又等钱洗 但是你聪明 你就能懂得懂得懂 我贪心 但是你这些钱 湿湿碎 我大鸡不吃小米 是不是 我又不中 或者 他需要钱 但是他又不贪心 又怕死 他又会想一些其他途径 去赚钱 未必会中 这些 总之就是 低轨的 看看大家怎样看 我们不多说了 来到这里 记得点赞订阅支持